为了响应2月11号国际女性科学日 花岗国中也结合花莲女中、蓝阳女中 还有台东女中的高中生 在农历春节前夕合作举办了街头科学游戏摆摊 带领现场的亲子、民众体验有趣的科学实验 体验花莲科普教育成果 也让民众可以认知211国际女性科学日的意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2月11日 定为国际妇女和女孩科学日 称称国际女性科学日 7日上午在华莲市中华路和大宇街口的Duncan广场前 有花岗国中邀集花莲女中、蓝阳女中和台东女中的女高中生 担任女科学家关主和东华大学、台东大学、政治大学 合作在街头举办科学摆摊活动 在花莲我们不管各级学校都非常重视女性科学的一些发展 我相信透过这个活动可以长年的影响到 我们所有花莲地区的一些特殊教育的部分 让女性去参与活动提供一些摊位跟民众一起同乐 也让民众可以了解说 女性在科学上面的话 其实她的发展不会输给任何性别的部分 我想上次我们办过一次类似这种活动 我觉得对孩子的一个投意表达以及对科学的了解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所以说我们会持续去参与这种科普推广的一些活动的设计 各科学游戏摊位以日常生活中科学现象为主设置有趣的关卡 将科学与日常生活做连结 带领民众简单认识又能有趣操作 你看见东西不一定是真的 但我们这个东西叫做模式纯钱 你把钱投进去的时候就是钱币会看不见 那会造成这个是因为光它有个性质叫做直径性 那你光直接照射进去的时候 因为镜子阻挡它了之后 所以就会就可以 然后那个镜子还会反射嘛 所以你就会看起来有一个完整空间 但其实内部是一个有另外一个隐蔽的空间 占了一半然后镜子反射之后就可以看起来像一个完整 学生也借此训练解说能力 整理建构平时所学的科学概念 必让民众认知211国境女性科学日的意义 支持女性参与科学的理念 实现性别平等的价值 记得讲方言华林市报导